這間星巴克停了一整座波音787 還可以坐上模擬器 親身體驗飛行的快感 每一次來明谷屋 我們都會買著伴手禮 欸 這一袋打開超香的 以及有吃不完買不完的伴手禮 欸 買到了 這裡是明谷屋中部國際機場 優越的地理位置 到日本中部各地都很方便 跟東京比起來 機票也往往相對便宜 趕快來看看明谷屋中部國際機場的 遊玩購物美食攻略 下次去日本玩 不妨考慮飛明谷屋吧 這邊呢 就是Santoria 中部國際機場的出境大廳啊 其實中部國際機場一直是我蠻喜歡機場之一 因為我覺得它蠻用心在經營的 包括整個機場的布置 從忍者的主題啊 到第二航下有一個飛機的主題的空間 所以每次來這個機場 我都會想要至少提前半天 來這邊走走逛逛 因為二樓其實還有超多名產店 跟好吃的在地美食可以去品嘗 讓大家在回去前 再一次感受中部國際機場 韓谷屋的魅力 走吧 首先我們要帶大家前往 在2019年開幕的 名谷屋中部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第二航廈呢 許多航空公司 包含台灣虎航 都是在這裡辦理集登機的 雖然是以廉價航空為主的航廈 但是這裡的設施卻一點也不馬虎 在中央廣場裡停了一整架波音787的 Flight of Dreams 很推薦大家一定要來踩點 不過要注意的是 一航與二航有段距離 建議要預留15分鐘左右的移動時間 第二航下跟第一航下 覆測好像有個800公尺到1公里左右吧 但是可是它沿路呢 都會有這個加速的走道 所以走起來並不覺得有特別辛苦 我們去看看那載大飛機 一走進廣場 會首先抵達位於三樓的景觀星巴克 這裡不用門票 只要點杯咖啡 坐在欄杆旁 就可以盡情俯瞰整座波音787 如果光是坐著看還不夠 不要忘記售票處和入口在一樓喔 進來第二航下以後啊 你們看到服務台的正對面 就是可以搭下去的電梯 下去的話就可以直接到這個 Flight Park的入口 入口在那邊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波音787的駕駛艙啊 它這邊的話它完全就是實機展示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機師 副機師的位置 然後還有整個儀錶板啊 的配置什麼的 它的看的時間就是只有三分鐘 時間到了的話就要記得下去 好 走吧 這邊的話就是波音787 它的飛行模擬器可以體驗的地方 裡面工作人員去教你怎麼操控飛機 然後你才能實際去體驗 如果你擔心日文的程度啊 或是怎麼樣 你也可以選擇只拍照的方案就好 Flight of Dreams 的各種設施 適合大人和小孩 在體驗 遊戲和各種展出中 可以更深入的認識波音的故事 是飛機迷不能錯過的景點 會建議安排兩到三個小時的停留時間 接著跟著我們回到一行來看看吧 這裡有齊全的半首領商店和美食街 抵達後或回程前 也很適合預留個半天的時間 來到這裡買買逛逛 我想吃這個 我這樣跟你說我想吃這個 然後這個也是要買嘛 就蝦餅 然後我第一次給帶回去吃 哇 這個也好好吃喔 味噌很香很好吃耶 我好喜歡喔 這個蝦好Q彈喔 很好吃耶 空味噌咖啡它就是民谷屋起源嘛 回台灣前提早來機場 坐在這邊休息 然後順便吃的話 其實就會方便很多 這一間它是我們每一次到中部國基機場 然後回台灣前我們都會買著伴手禮之一 它有非常多種口味的蝦餅 蝦味都非常的足夠 真的是很便宜 一包都才四五百塊日幣左右 所以我們都會買回去送給金盆好友 5分鐘 剩5分鐘 好 趕快買 好 來民谷屋機場 必買的閒食伴手禮 有蝦餅和雞翅 甜食的話 則不要錯過高潤氣的水果大福 便才天 以及日本三重縣 一世世的百年甜點老店 赤福 讓我們買回飯店開箱試吃吧 算了 不管它 沒有緣分的東西 這些就是我們今天從 Santoria中部國基機場 帶回來的伴手禮 然後還有一個 我們今天本來很想買的是赤福 那個Akafuku 然後它的話是我們到那個 伴手禮店的時候 它已經完售了 所以明天的話 我們再另外再把這個補上來 來吃吃看 這包的話 就是綜合所有的口味 然後它是把它裝成小袋 口味都寫在小袋的包裝上 我剛剛就很好奇 這個粉紅色的是什麼味道 超小一片 意外的蠻好吃耶 這我剛才在想 你不是不喜歡吃那種 對啊 可是就 變得不知道什麼意外的 就是不會很膩 然後蠻好吃的這樣 這我覺得蝦的香味 反而有點被蓋過去了 可是 它墨魚的味道 稍微重了一點 所以就是有把蝦味蓋過去 第三包是海苔 海苔 海苔只是提味 蝦餅的本質是都沒有變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 基本蠻簡單又蠻耐吃的口味 嗯 這還不錯 它的包裝都是上面是有夾鏈袋的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 一大包我根本吃不完啊什麼的 如果夾鏈袋封口 它其實就比較不會軟化那麼快 這一袋打開超香的 一打開就是滿滿的蝦味 嗯 吃大片的好爽好好吃喔 就很脆 然後滿口都是很酥脆的口感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前面沒有太多太重的海鮮味 吃到後來才慢慢有那個 蝦子啊螃蟹的那種 甲殼類海鮮的味道敷出來 所以我覺得它是比較難吃的 因為畢竟它還是賣蝦鮮貝的店家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選擇 剛剛這一代的綜合蝦餅 因為可以一次吃到很多種口味 這一代的口味就相對是比較單調一點 它的胡椒跟醬我覺得都算偏多 其實都偏鹹 我記得名古屋的雞翅也確實就是這樣啦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 想要吃看名古屋到底的雞翅的話 就是記得可以買這樣一盒 然後跟朋友分著 然後看是要配飯或是要配啤酒 那單吃的話其實就有點鹹 不過配啤酒的話我覺得是推薦的 因為它的味道是很足夠的 這一間叫做變柴天 它的特色就是 在大福裡面放就是各種的生鮮水果 口味超級多 甚至有無花果啊 然後還有各種各樣的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去的時間比較晚一點 所以只剩下四種口味了 感覺皮薄餡超滿 我要咬下去囉 真的是新鮮好吃的那種水果包在裡面耶 它把那個麻糬大福的皮做得很薄 因為麻糬皮是甜的嘛 可是綜合上水果以後 你會覺得那個甜就是非常剛剛好 這什麼神仙甜點啊 它這梨子超綿密耶 太好吃了吧 因為葡萄比較小顆嘛 所以它剛好一顆就是做一個葡萄的大小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是剛好兩個人吃就是一人一顆 我剛剛咬下去它的那個果汁和雞下 你知道嗎 超扯的 太好吃了吧 有可能會把它列入以後來名古屋 一定要買的甜點之一耶 這次是第二天 因為有其他行程再來機場 然後就發現 就有滿滿的赤福可以買啦 那我們就來買一盒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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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登登登 耶 買到了 它滿可愛的 它這很酷耶 原本以為它裡面附的會是叉子 結果是那種可以幫麻糬鏟起來的鏟子 它的麻糬很Q很好吃 再加上紅豆泥幫它提了一點味道 以當地名產來講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值得買來吃吃看的 以上就是我們在 在Santoria中部國際機場的所有介紹 然後其實啊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名古屋機場的 而且大家如果有仔細看航班資訊的話 會發現其實台北飛 名古屋會比飛大阪關係要便宜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他們機場 我覺得真的做得還不錯 不只是他們的美食街 通常都會加入一些 就是他們在地的美食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名產 那我個人的話就非常推薦水果大福 大家一定來要吃吃看 除了就是一般機場會有的吃啊 然後還有名產之外 他們還有特別把第二行下 拿來做一個飛機的展示場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很別有用心 你可以了解飛機啊 還有飛機周邊的資訊 整個機場我覺得一旅遊體驗來說 真的非常好 然後隔一兩站其實就有觀光景點 然後有百貨公司 所以不管是周圍還是它自己本身 然後都是設計的很好的一個機場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 還沒有決定好目的地要去哪裡的話 其實可以嘗試看看 就算你覺得名古屋很無聊 或是名古屋不知道玩什麼 但是也可以嘗試看看 把中部國際機場 加入你下一次的目的地哦 有適時期全的機場 和周遭便利的交通 會讓整趟旅程有更美好的體驗 想看更多日本中風旅遊景點的資訊整理嗎 那就趕快訂閱最旅速 還有留言寫下你最想看的 日本中部旅遊景點吧 還有十分字幕讓我看見